欢迎收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大使耶稣说 父下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械就显出来 就像我所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很生性 儿子很疼我们的儿子 他有最好的东西 他都想和我们分座 你直接觉得欠了个儿子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努力 都要赚多些钱给他读书 你努力都会保护他 他有病的时候 你都会呵护避止 主耶稣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 去示范一个这样的信仰给我们 一个活的信仰 活滑在我们面前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死的宗教当中 活得太久 所以神是要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 去示范给我们看 然后还要呼召我们一起 去经历这个信仰 而不是说 呼召我们一起承担一个这么大的压力 这么大的痛苦 这么大的重担 不是的 里面可以说是你人生当中有幸的一个经历 而主耶稣示范了 实际上我们看回这些经验 我们很羡慕的 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 你们妒忌 你们这帮流矮 你们这帮走秀 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我和神之间这种的关系 神对你们全部是隐藏的永远 是不是这么说呢 主耶稣从来都不会这么说 祂来到这个时候 祂从头到尾 祂从初到尾都没有变 祂为我们带来的儿子名分 亦示范这个儿子名分 亦教我们怎么活在儿子名分当中 而祂就说 当你是这样的话 神祂的性格 神祂的心境 都会对你显明 我相信现在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了 这个就是我早年 当我去经历神的时候 我发觉 我身边没有人去要求我做这些的事情 没有要求我去 睡觉又睡在地下 或者看一本熟灵的书又跪在那儿 你不是做给人看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现在明白法利畅人 当他那些这样的做法 那你就会明白 神怎么会给到奖上去 在神来说 只会伤神的心 我们要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 就是当你这样理解的话 你突然间你会发觉你的信仰很真实 很甜蜜 而且你会发觉神是不断回应你 其实只不过你断绝了他任何这些回应而已 但是当神回应的时候 你也发觉你会很了解这个天父 而你信得主越久的话 你跟他建立的关系就越真的 而最特别的就是 很多时候甚至在西微道 念你是完全不知情 就好像我自己亲自 在我信主这么多年当中 很多时候很多年之后才知道 神是这么无微不止地去照顾我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 虽然这个目的是完全被 今时今日很多宗教家抹杀了 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些信我啦 那些宗教家是算什么呢 这些同性恋的宗教家 这些为名为利的宗教家 他们自己去的地方都是地狱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说 我们反而信这些不信的宗教家呢 你看看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说什么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他突然说自己柔和谦卑 他不是在那里骄傲说自己柔和谦卑 他一直在说小孩子的心那种柔和谦卑 然后你看看他说什么 你们当父我更加 学我的样式 为什么他突然间会说这种 他不是突然间说这种 这个就是整个使命 就是说他来到你学他的样式 你不是学现在的宗教各样式 你不是学现在的那些所谓神课家 古出来的一些宗教概念 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示范了做了 而并且也将这件事去教给我们 要记住 他说到原来我们学他样式的时候 要肯起码付一个代价 就是付他的厄 实际上回我们教会的第一天 你就知道厄是代表什么了 其实这里绝对是关于牛腐的厄 就是当一个人去耕田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厄放在牛腐的肩膀上 通常是架在肩膊骨 导致牛花力向前跑的时候 或者走的时候 就会拉着泥扒去泥田 所以这个厄通常代表了责任 就是这种生物牛的责任 而事实上这个厄是主耶稣基督 邀请我们会一个信主的人去扶的 可惜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 很多人今天不愿意扶 然后找到很多的藉口 去避开这个厄 而主耶稣前文后理 又说孩童坐在街上 招呼同伴的时候 就在说这件事了 他招呼同伴去扶这个厄 那个厄是什么 就是他在那个时间游戏当中 向他吹笛的时候 他们跳舞 向他举哀的时候 他们要脱胸 但是他们不肯 他们找了藉口 他们不愿意扶这个厄的阶段 若翰来的时候 不吃不喝 他就说他被鬼扶 人子来的时候 又吃又喝 他就说他贪吃好酒 是碎尼和罪人的朋友 这就是主耶稣一样的题目 就是他们不愿意扶这个厄 这个厄就是说 这个责任在他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每一只牛 他扶的厄就代表了 他人生当中承担的所有东西了 不是人生 而是牛生 是牛生当中所负担的所有东西了 等于有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负自己的厄 而事实上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担子 是自己为自己的争益 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淡子 就是说我不跟从神 我做基督徒就算了 你不要想着我做领袖 做平信徒 什么圣经有这么分的吗 圣经没有那么分的 是我们把标准降低 有这么低 但是问题呢 我们于是要担起我们很多淡子 我们担起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或言论 有些是都时好时不好 时坏时好 有时候有病 有时候不幸 有时候会撞车 有时候会死亲戚 甚至儿女 人生就是这样 接着没多久 他的工作 他的年纪 他的身体的疾病 甚至他亲人所遇到的困境 慢慢就成为这个人的什么 淡子 成为他自己 选择了人生所承担的责任 和托福 他不想选一个基督徒去结婚 他自己走出去犯奸任 选一个 他不想侍奉神 他找个机会 特意的礼拜日都找些工去 所以他不需要回主日 所以他不需要 主要很多年 能够在教会当中去负责一些东西 你见不见 那些人很多时候 在人生当中自己去承担了 找了自己的牛 所背的淡子 但主耶稣说 你放下你的淡子 你放下你的压 你付我的压 你付我的压 这个就是主耶稣 他一直在说 关于小孩子的心 一直在说 我们以小孩子的心 去认识我们的神 是一个天父 他一直在说 但他在说 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原因 就像街上的孩童一样 所发现 很多人不愿意负这种压 他不愿意负这种淡子 他不愿意负这种责任 所以他才在说这个概念 所以他继续这样说 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现在知道 这个柔和谦卑不是骄傲 我是谦卑王 不是 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一直在说 是小孩子的那种态度 你们当负我的压 就是主耶稣 你以为他这种不需要负压 他不需要负责 我们看到 他一生侍奉 都被法律常逼迫 他到死 是被人钉在十字架 我们知道这个压是怎样的 是不依负的 他认识神是他的天父的时候 他人生的压 就是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如果不钉在十字架 你和我有没有得救 没有 你和我有没有洗礼 受证这些 使我们都成为神的义治 没有的 所以他的压 是他愿意承担神所给他的责任 他有没有说 算了 我不钉在十字架 我养儿育女 我娶回一房太太 买块田 他还没有做教师 我爸爸也是做开木杖 我帮人修理一些椅子 踩一下网头把锁 我度过一生都应该可以 神的心意 他都不是想我这样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主耶稣 愿意扶起神所给他的压 但是这个是要怎样的 是你会放下你自己的压 是你自己所找回的人生的责任 你所找的人生的快乐 你所找的人生的梦想和方向 为什么 因为选择认识神是负的话 神是会给你方向 给你人生当中应要做 和负的责任 所以主耶稣继续说 你们当负我的压 学我的什么 样式 主耶稣来的就是这个目标 是这个目的 那主耶稣的样式是否同性戀 那当然不是 在主耶稣的时代 同性戀 立即找石头扔死 我相信这个 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 当然不可行 甚至你说一声 同性戀是不好的 可能在美国 你会受法律责任 起码我所知道 在哈佛大学 如果你这样去针对同性戀 说一声他们不好 你直接可以绝贺 取消你的学位 他说 这样你们的心 就必享平安 因为我的压 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主耶稣是对比 你自己为自己 所承担的淡子 你自己为自己 所找来的淡子 记住 弟兄姊妹 在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不信这句说话 而实际上 也是我们 读的书多 或者我们所谓 称为聪明通达人的时候 我们不会相信这句说话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节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谢谢 父母 父神 想赴助我每日 自忘 你伸出恩手 相牵告我不忘 只希望 永远忍到在前方 陪伴着我到过朝夜 掩下暴雪或春飞伴我经过 你必说 永迫我路途亮光 父神 随听我哄月光 时尚在我内心中让我安健 我生命 梦思过父神 扶着我自私飞 传言与我在天雾上持续飞 我生命 永远你热情的奔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